强台玛利亚持续向西北溪前进 以平均大约30公里的时速逼近台湾 这也是今年第一个青台的台风 中央气象局发布陆上警报后 台北新北基隆达成共识 10号上午10点宣布 下午4点停止上班上课 提醒民众下班后赶快回家夺台风 发生准备的部分 当然就是请民众不要外出 然后特别是到山域的部分也不要 然后河川河川溪流的部分 尽量都不要出去 那如果家里有招牌啊门窗的部分 都尽量把它牢固绑紧这样 消防局表示 目前新北市各地都有间歇性的阵雨 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下午开始到晚上 风势雨势都会逐渐加大 如有出现任何紧急状况 可拨打110专线紧急求救 预估台风影响最剧烈的时间 落在10号深夜到11号上午 随着台风接近 不排除出现12几以上长阵风 提醒民众做好防台准备 并且密切注意最新的预报资讯 数位天空新闻板桥报导